有一個讀國小的弟弟啊 他因為老師指定的作業 一定要上網去查資料才能做好 他們家比較窮沒有買電腦啊 沒有電腦怎麼辦呢 他念國三的姊姊陪著他一起到網咖去 想說在那邊上網做作業好了 結果呢被發現以後登記了 還傳出來說學校要對姊姊記大過 台中市長胡志強聽到的很火大啊 他說欸就有一些人家裡就是買不起電腦 你出了工作這個功課硬是要用電腦做 不是為難人家嗎 那麼現在台中市政府積極介入 不但要求撤銷懲處 還送上了二手電腦為小姐弟來應急 就是國中的姊姊帶著小學的弟弟 到網咖來查資料做作業 結果沒想到碰到校外聯訪被登記 姊姊為此差點被學校記了一支大過 有一對姊姊然後來就是網咖 然後好像上網找東西吧 然後可是後來就有被學校那種教官 然後發現 一名小學三年級的男童和姊姊到網咖 當時不過才傍晚六點多姊姊卻遭到盤查 消息立即通報回學校傳出校方 一度要對姊姊記出記大過的處分 盡量不要再不恰當的時間去網咖 因為他有規定的時段 所以呢就不要去 那當然我們會講的比較嚴重啊 就可以記大過 其實這些同學通通都沒有記大過 這一對姊姊家境貧窮 家裡完全沒有任何電腦設備 為了要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 少女只好帶著弟弟到網咖查資料 卻演變成差點記大過的狀況 傳出市長胡志強還為此大感訝異 特別是弟弟的部分感覺到說 啊這樣姊姊被處分 他感到很難過 因為為了他陪他去找資料 結果受到處分 所以他才有這樣整個 老師也看了出來 感覺到說 啊其實跟弱勢的家裡 可能要多一份的關懷 儘管家長事後不願再追究 不過校方似乎沒有立即查明狀況 就對學生懲處 市府已經要求學校撤銷 對少女的處分 也針對姊弟兩人的學習狀況 暫時送上二手電腦應急 昨天新聞連家慶張軍動台中採訪報導